近年来我国的发展可谓突飞魔镜,经过我们多年的努力,如今日本更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日本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,一些技术甚至反朝欧美等国,这些无一不像世界展现我国超强的实力。 不过除此以外,我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发展却不尽连续,曾经我国长春五号火箭就经历了一次发射失败的诊弱垃圾,这使得我国大空空约站的计划只能够再次延迟。 经过科学家们的研究得知,长征五号发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动机上,等于我国这一领域发不起不管,加上西方各国对技术的封锁,这对我国来说十分不利。 若想研制出新进的火箭发动机,只能适当地借鉴和学习,就在我国一筹莫展之时,俄罗斯300辆的载满万兜黄金的货车深夜来华,这万兜黄金指的就是俄罗斯研发的新进火箭发动机零件, 这将大大促进我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发展。 堆子网友们表示俄罗斯真够朋友,不过美国知道后却很不乐意,让我们两国合作开评一下,小伙伴对于美国的态度大家怎么看呢?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,欢迎小伙伴在评论区留言吐槽,我们下期再见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